而鼓励学生运用资讯科技整合研究 环丽县政府办理的太平洋碑 110学年度全国中小学网络小论文专题 继本土使命式行动研究竞赛成果发表会 15号上午在节安国小进行了颁奖典礼 而今年总共有241对报名 是去年的两倍 今年也特别以学校规模来分组竞赛 让偏向小学实力脱颖而出 鼓励学生运用资讯科技整合研究 由华联县府办理太平洋碑110学年度 全国中小学网络小论文专题 继本土使命式行动研究竞赛 迈入第八届 15日上午在节安国小举行成果发表及颁奖典礼 今年有241对报名是去年的两倍 包含外线是10对 我真的非常感谢 无论是能够为这样一个活动 来赞助相当的敬畏 让我们的活动能够很顺利 已经迈进了这个第八里 我想我们明年会继续 这些活动对小孩子非常地有意义 所以我们现在也不只是在我们花莲县 已经是全国来 但是我们的主题 还是有相关到花莲县来做这个竞赛 所以在这里再次非常感谢无论是各位兄弟姐妹对于新政委的协助 那今天我想今天是一个发表成果的发表 让各位来分享一下这些小朋友研究的成果都非常的惊艳 真的会让大家感觉到现在的小朋友 现在的国中生 现在他们在从事研究方面真的非常的有成效 延续社会人文自然科学 本土关怀各类议题原名专题五大主题 今年特别依照学校规模分组竞赛 让资源有限的小校能在竞赛中展露头角 像是花莲县卓西乡立山国小 全校只有52名学生 第一次参加就以我来说抖音探讨抖音软体带来的影响 获得国小一组社会人文类金奖 今天与国际福伦社3490地区第一和第二分区主办 也期盼未来有更多师生参与 帮助学生未来的学习及成长 接着掌方眼前相报导 接着掌方眼前相报统